8月30日到9月1日 第三届威尼斯电影节聚焦中国单元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活动 本届聚焦中国由意大利国家电影音像和多媒体工业协会 ANICA意大利文化部电影总局 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电影节组委会 和来自中国的新华网中国电影合作纸片公司 看电影传媒联合主办 并由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芒果华影公司 作为本次活动的独家合作伙伴 三天的各类伦谈活动 在两国电影不同工业部门兼搭建起桥梁 把优秀的国产电影带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市场产映 让中国电影被看见 去交中国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威尼斯电影节 中国电影在场活动首日 青年电影人培养计划 首先举行四位青年导演刘腾 德格财长雷亚涵 毛泽祥 分别展示了他们的电影项目上天堂 他与罗耶戴尔 火山上的恋人 尹马 看电影出版人三幕 导演谢飞 编剧高尘书 制片人 Alexandre 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了建议 四位青年导演都是从青空计划等各类国内电影创投项目中脱颖而出 聚焦中国关注他们 将层层选拔出的高水平年轻电影人展示给国际市场 中国电影的未来也许就在他们身上 聚焦中国第二日活动从展示青年电影力量 转向众议双方的沟通交流 众议影人对话论坛 聚集了新华往欧洲传播运营中心总经理潘志 ANICA 罗伯特斯塔比勒 ANICA 制片人部主席弗朗西斯西马 意大利国家影视公司 CEO保罗德尔布洛科 导演谢飞 《风宇宙》第一出品人陶红 《风宇宙》制片人刘瑞芳 完美陌生人 导演保罗格诺维赛 看电影杂志出版人三目等 中国电影人非常关心的 是如何制作出受到特定市场欢迎的电影 而导演保罗格诺维赛 则有不同意见 不要追着观众 不要给观众他喜欢的东西 要给他的是他未曾接触的东西 接触后才知道 这个他也会喜欢 陶红出品《风宇宙》 就是看中他在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下 讲了民族的故事 传达了民族的感情 导演谢飞点了 《我不是要神及西红是首富的名》 这两部票房爆款 在他看来 一定程度上显示了 现在中国年轻观众的口味 三目提醒大家关注现实主义题材 也要注意 中国的电影行业中 存在大量不懂电影的热钱 选择发行人 要甚至诱审 第三天的《众议和拍论坛》 则在更具体的方面 让双方交流合作细节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 苗小天 指出 和拍对中国的意义 我们不希望观众只看好莱坞电影 也应该多一些和拍片 苗小天同时也说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 有好几部和拍片 正在拍摄或已经完成 此外 本次聚焦中国还精选了三部 具有代表意义的电影 《前往威尼斯》 《未来之路》 代表了国内逐渐涌现的类型片《西红柿首富》 代表了受到热捧的票房爆款《风宇宙》 则代表了正在崛起的国满 电影主创们也同时来到电影节红弹 《风宇宙》第一出片人陶宏 《风宇宙》制片人刘瑞芳 以及《未宅之路》主创团队 《风宇宙》剧组还不远万里 从国内带来了动画小周边 并由陶宏亲自派发给现场观众 来到现场的观众 有特意从威尼斯赶来的留学生 还有《未宅之路》剧组 演员明道和各大媒体 《未宅之路》 在威尼斯的放映 不仅得到了观众欢迎 也赢得了奖项肯定 《未宅之路》